B1馆的女入恋时面对一个个帅哥死者 她把持不住了 40多名帅哥死者被她给死后玷污 甚至和一个帅哥死者在凌晨内独处两天两夜 被发现时,女入恋师已经虚拖完了 哈喽,我是艾斯两队旁口长 正常人对死实在是极其恐惧的 可是有些人非常喜欢 还想要跟这个死者发生点什么 没有死者怎么办呢 那就把活的弄死再发生点什么 有这个必要吗 有这个必要的 今天这位女主角喜欢死者 然后她就找到了一份殡仪馆入恋时的工作 她的行为 那可以说是HR辞职不干人事啊 本案还要从一个荒唐的葬礼说起 1979年12月17日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处墓地里头 一群人身穿深色正装表情严肃 这里举行一场悲伤的葬礼 死者是才33岁的约翰·梅困 他长得英俊帅气 死于一场意外 家人是无比悲痛 继于此送他最后一程 他们都来了 约翰没来 他的尸体在殡仪馆做最后的处理 然后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开着灵车 拉到这里 可到点了 灵车还不来 大家以为可能是堵车 可能是车一个小问题 可能是约翰磨蹭 男的出门总得上个厕所啥的呀 可这一等 等到天黑还没来再不来呀 目的都下班了呀 赶忙联系殡仪馆 说早出去了 那个年代也没有手机 没办法联系司机 就沿途找 找也没有找到 没办法只能报警 警察先生啊 我们丢人了 丢死人了呀 警察接到报案 连忙派人扩大范围寻找 一找就找了两天 在19号的下午 160公里拜的赛拉县 发现了这辆灵车了 打开灵车的后门 里面是一片凌乱 再看棺材 空空如也 人呢 死人呢 自己看 哎呦 在后排座位上放着呢 约翰还是那么的安详 可却一山不整 像是被纳杀了一样 谁他妈死了都不放过你呀 再往前看 一个女士倒在副驾驶的座位上 没有了意识 但是没有死 有呼吸 面颊红润 满身是汗 同样也是一山不整 也像被纳杀了似的 警长看到这一幕 开始了自己的判断 又纳杀男的 又纳杀女的 又纳杀活人 又纳杀死人 这个罪犯爱好非常广泛呢 警员就提醒他 就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之间 发生的事呢 这都先放一边吧 警员们把这个女士送往医院 进行救治 有B应关过来人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不就是运送尸体的卡伦格林利吗 警方随即对灵车又进行了搜查 看看能不能发现罪犯的犯罪证据吧 哎 发现犯罪证据了 这个罪犯就是卡伦 警员那么猜对了 在副驾驶座位下 警方发现了几何强效感冒药们都被吃没了 还有四封手写的信件 打开信件 发现里面竟是卡伦的遗书 遗书记录了卡伦的独特爱好 也揭露了这次离奇事件的真相啊 卡伦 现年才23 在B应关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 主要负责给死者进行化妆 12月17日这天早上 B应关的灵车司机有事没来 老板就找到卡伦 希望他开着车把约翰送到墓地 卡伦答应了 他开着灵车到墓地附近 远远的已经能够看到这个约翰的家人了 卡伦突然停下车 来到灵车的这个后乡 打开了约翰的棺材盖 他早就见过约翰了 约翰的遗容就是他整理的 他要再看一次呀 看着约翰帅气的面庞 建树的身躯 卡伦觉得 现在就买进土里 太浪费了呀 卡伦他非常喜欢这个死去的人 不知道是因为喜欢死去的人才找到宾馆的工作 还是来宾馆之后 接触死去的人多了 才喜欢上日久生地情 反正在宾馆入职这么长时间 他已经和40多名男性死者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就那种事了 他也很痛苦 但是控制不住啊 他把棺材盖上 一不做二不休 他上了车 开着车就跑了 和一具死时 马斯奔了 不知道开了去多远 找到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 停下车 然后翻进灵车后箱 再次打开约翰的棺材盖 和一个死时 进行了 确实等被人发现的时候 就是两天以后了 他在干完这个事的时候 也觉得无法接受自己 就属于是有点闲者时刻了 那是事前阴如魔 事后圣如佛呀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恶心 觉得自己没有道德 不配当人 我死了得了 于是他买了几盒强效感冒药 先是把自己的先进事迹写成遗书 然后吞下所有感冒药 等待着死神的降临 但是卡伦由于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捡回这条命 不久之后他也苏醒过来了 不过他要面临法律的严惩 你这是犯罪呀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1979年他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 没有和炼尸屁有关的法律条文 他最后只因为盗窃铃车和干扰葬礼 被罚款225美元和监禁11天 逼打活人那就多了一天 约翰的家人觉得处罚太轻啊 自己起诉了卡伦要求上百万美元的赔偿 最后法院宣布赔偿缩减到11万美元 约翰的家人拿到钱之后啊 害怕这个卡伦会不会再去对约翰做什么离谱的事 于是考虑一番之后将约翰挖回来 然后埋到了更远的地方 而卡伦呢 按理说他这个事闹得飞飞扬扬的 基本应该是宣布射死了 可卡伦觉得自己宠获牺牲了 之前阻阻眼眼见不得光 这次反倒既然大家都知道了 也看开了 觉得不是什么大事了 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爱好而已 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 他甚至开始接受媒体的采访了 在采访之中 他也说出了比遗述中更多的东西 卡伦呢 说自己其实很小 对这个死时就很感兴趣 他经常找理由到家附近的墓地闲逛 有时候看见这个小猫小狗死了 他就把他们埋起来 然后埋完之后再挖出来 躺在尸体旁边 感觉特别的温馨 在八岁的时候 他独自在墓地闲逛 就在挖小猫小狗 被一个罪汉一把抱住 幸好卡伦找机会是顺利逃脱 可到了十四了 又遇到一个色批老师 这次惨遭毒手了 两次活人给他的经历 让他感到非常的恐惧 因此卡伦对活人产生了抵触 反而对这个死人更感兴趣了 所以在成年之后 他去了宾渔馆工作 工作爱好完美结合 每天他接待死者 就如同开盲盒一般呢 有的长得一般 有的死得难堪 很少有长相帅气 逼人让他欲罢不能的 遇到这种 他就必须好好动手动脚一番 他也没想到人死了 还能发生那种关系 直到有一次 他在动手动脚的时候 发现这个难死者 竟然起立了 人都死了 竟然有反应吗 怎么可能呢 勾长我当时也不太信 后来在男生好导师 许兰房博士这里 我找到答案了 如果那个人的状态是站立着 那协议就会往低处流 那这个时候也有可能 因为协议往低处流的累积 导致死亡勃起 从此呀 卡伦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 一发不可收拾啊 天天接死者 那是夜夜 当新娘啊 他毫无顾忌地 弹露着心声 让大众受不了了 所有人都开始批判他 于是卡伦呢 也受不了了 就选择了消失 他改了名字 搬了家 从此是再无音讯 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头 他该如何满足自己 这个独特的癖好啊 而此时的卡伦已经结婚了 老公也是万万没想到 被四十多个死人带了绿帽子呀 按照此 全部结束 死去的人呢 寄托了家人和朋友的爱死 有句话叫做 事死如生啊 绝不允许 死者的身体 受到任何形式的侮辱和毁坏 现在他们虽然是死去 但是他们也曾经活过呀 曾经给世间留下那么多 那么多的美好 每个人活着都有自己的意义 死去应该也得到应有的尊重 那么彼时彼刻 恰如 此时此刻 像 很像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请不客人尽在挖过脸 咱们下期见